好 我問一下寒冰 所以你怎麼看呢 我們剛剛有一個話題還沒講完 就是說這次選舉的最大贏家 亮哥當然認為賴慶德毫無疑問 總統寶座拿下 柯文哲也是 那當然你覺得朱立倫呢 國會目前看起來還不錯 張善政 盧秀燕呢 你覺得呢 那輸家又是誰呢 我覺得國民黨這邊就是有點 憂習參半 習的是立委習字叫上屆大幅提升 但是憂的當然就是 還是沒有辦法拿回政權 所以他還是要去鼓舞一下他的支持者 因為在總統部分大家是沮喪的 那我覺得就是 當然國民黨有很多必須要去檢討的地方 然後朱立倫的表現也是一個很奇特的 也就是他在 總統大選這邊的表現顯然不佳 沒有選到一個最強的人選 也沒有辦法去整合其他的力量 然後到最後導致了整個大選的敗選 可是偏偏他立委這邊又整合得很好 尤其是他提出了幾個人選 到最後就是小兵力大功 比如說像台中提的這幾位 到最後像刺客一樣突襲成功 所以這江公贖罪平衡過來了嗎 我覺得這要看國民黨自己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等一下謝大使跟蔡委員 如果是國民黨黨員 可能你們可以去評價一下 我個人是認為朱立倫好像滿善於喬某一些事情 可是又很不善於去喬另外一些事情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種發展 因為你看像前年的九和一大選也是一樣 他之前跟羅志強之間在桃園這邊的整合是爛透了 已經鬧到什麼直接魚死網破這些東西什麼出來 就在大家覺得桃園死定了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推出一個張三陣 就把整個局面全面逆轉過來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很奇特 然後這一次選舉也是 其實明明有很多更好的方法能夠去 在郭董跟那個侯友宜之間做整合 結果他偏偏選了一個很奇怪的方式 然後到最後搞得郭董也沒辦法回來 我說真的如果郭董昨天能夠出現的話 也許選舉結果又出現另外一種發展也不一定 那但這些都是過去的 那現在就是國民黨在今天晚上 他們應該要做一個決定 也就是對於朱立倫這樣的表現 國民黨自己認為到底應該如何 我自己是覺得啦 其實朱立倫遲或不遲都不重要 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你說國民黨有誰能夠來去扛這個責任 我也看不太出來 講實在的話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就是讓國民黨自己去決定 那可是這次大選國民黨內 到底有誰的表現最優 我想應該公認就是 韓國瑜公不可沒之外 盧秀燕的表現 大概是整個黨內最亮麗 所以我一直認為 如果照這個局勢發展下去的話 盧秀燕應該是未來 國民黨在下一屆會推出的人選 我是很明白的就一直這樣認為 因為看起來黨內不太有其他人能夠超越他 而且他也展現了這一次 第一個在地方服選的能力 第二個展現他的人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而且他跟民眾黨之間的溝通 顯然也是有一定的默契的 你要知道其實 這一次民眾黨的怒氣 幾乎都是針對侯友宜朱立倫這些人 然後他們相對對 韓國瑜跟盧秀燕都是相對友善 那我個人是認為 抱歉我就直接講 我認為民眾黨如果沒有搞得很好的話 他這次選完 是有可能會面臨黨內內部勢力的衝突跟分裂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未來如果國民黨推出的是盧秀燕去角逐下一屆的話 他是比較能夠吸納這些民眾黨的游離票 那我也必須說 我剛剛突然想通過一個關鍵點 就是為什麼政黨票 民進黨沒有大家預期那麼差 是因為時代力量跟激進黨 已經完全被綠營放棄 綠營的選民放棄 對 因為他們的危機感也很深 就是怕自己分票去支持時代力量跟激進黨的話 反而會造成國民黨的政黨票的優勢 所以他們全部都灌回去給民進黨 才變成這樣的一個結局 而且甚至一些民眾黨的人 也把他本來可能會去支持民眾黨的政黨票 灌去給民進黨 等於這次大家集中力量在保民進黨的政黨票 這個是一個蠻奇特的現象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剛剛介大使也有提到 也就是民眾黨內部其實有三分之二是綠 三分之一是藍 那未來民眾黨要怎麼去調和他自己內部的這個勢力 我覺得對他也是一大考驗 這個蘇智芬剛剛臉書上po了幾個大字 人生的選戰我已打完了 這是他的最後一億嗎 感謝大家的扶持相伴 感謝大家對智芬的疼惜 再見 祝福大家 人生的選戰我已經打完了 好 此刻呢 我們看到在網上的鄉民 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葉元支 還有這個蘿智芬目前就是幾百票 全台灣最激烈 這個差了800票 對啊 拉開了 又拉開 剛剛是300 我剛才看到300 600 800 現在是70586 好緊張喔 對69779 你說蘿智芬輸嗎 蘿智芬輸大概800票 所以要過門檻還差多少 我其實800票很多了 我記得陳哲蘭第一次選贏 張智慧只贏不到100票 所以這叫迷騙的代價嗎 其實羅智震如果回到立法院 也是很尷尬 人家會繼續追究錄音帶啊什麼的 也許這對他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選項哪有什麼尷尬 選項就選項啦 這一切都假的啦 不是 他選項之後 民進黨可能會整個跟他切割 選項你覺得有人敢跟你開會嗎 你敢不跟我開會嗎 我會用你的錄音帶 我會檢查他有沒有帶錄音 隨身要檢查 手機都要檢查 太恐怖了 好看到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賴清德已經到了492萬票 大概495囉 馬上要過這個500萬票 就是大事底定了 然後這個立委票也都已經陸續開出了 好今天這個我在主持的部分呢 從下午4點鐘到8點鐘 那稍後請大家要接力收看這個 周玉琴的這個8點到10點 還有張介凡10點到12點 我們中間新聞不打烊 一路也沒有廣告 一路大家看下去 之後呢有各式各樣的 包括這個三黨 這個黨魁也好 還有三位這個選舉人也好 政府總統他們都會分別上台講話 有這個幾家歡樂幾家仇 大家保持這個理性看待 那當然各立委的這個選區呢 我們看到 太史也已經相當明顯 板塊也已經相當明顯 所以我讓亮哥來做個總結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時段 大概還剩下10分鐘左右 台灣現在新局面 這個賴清德說的新局面 什麼樣的新局面 沒有新局面 是賴清德面對蔡英文 我們八年的這個 其實我不要叫遺產 應該叫疑貨 那他會處於一個 治理上的極大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 他跟蔡英文不一樣 兩岸並沒有空窗期 那一月就要立即面對了 很可能這個 我們講這個貿易壁壘調查 就會公布第二波 一月 那接下來他要面對 蔡英文這個非核家園跳票 排碳根本就沒有處理 然後勞保 2027有財政破產的危機 這個都是蔡英文任內八年 不負責任留下來的 我們叫疑貨啦 我實在不要叫遺產 他的治理是非常困難的 但對他來講最急迫的是什麼 全部都急迫 所有的問題都會導致他舉步為堅 那我覺得國民黨也不要傷心 我覺得賴清德搞不好又創下另外一個紀錄 就是大家都說 這是第一次有人八年之後可以繼續連任 可是賴清德搞不好也是要創一個紀錄 他可能只能當一任 或者一任都當不完 那就太慘了 那太慘了吧 對啊 就他要不好只會當一任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如果有比較好的合作 我覺得2028你不能夠說沒有機會 因為賴清德面對的治理上的挑戰實在太嚴峻了 而且大家會看清楚 我講白了 兩岸關係這麼緊張 大陸對會談政策完全都沒有減少 在蔡英文任內 所以讓民進黨的選民就有恃無恐 可是賴清德不會有這個機會了 所以接下來你就要認識到兩岸緊張 造成的經濟的損失 那台灣人民要不要接受這樣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認為四年之後 就會是一個新的判斷的開始 好 四年之後一個新的判斷的開始 但是要先過去這四年 所以介大使也預言一下 接下來一個什麼樣的新局面 包括大家期待 在選舉之前藍白沒有合 那現在選後兩個果然就輸 有沒有再可能合的一個機會要怎麼做 小記已經開始先吵架 先吵起來了 我覺得台灣這個未來四年 是一個危機接一個危機 有外部危機還有內部危機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他必須要記得 百分之六十台灣人的台灣人沒有投票給他 打斷一下賴清德的選票已經過五百萬了 五百萬 那跟八一七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差了三百多萬 那麼就是說他必須要知道他那個 百分之六十人沒有支持給他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他在內政上他就不會像蔡英文這樣 又在打壓人權 又怎麼樣又到處約談別人 用這種綠色恐怖 他這個權力基礎不穩定的 他如果用太激烈的方式 像像這個蔡英文這種 完全建大台灣憲法保護台灣人民的人權的話 言論自由也好 或者甚至人身的自由 你看他們選舉權 搞了多少個這個查水表 然後還把多少里長叫去約談 然後有人直接收押的 這種情況如果賴清德要繼續這樣幹的話 就不會受到台灣人民的這麼樣的寬容 因為他的權力基礎是比較不穩固的 連五成都不過 這是我們憲政體上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內部上我覺得他硬不起來 他要硬的話 那個社會的反彈力量會遠大於 這個蔡英文的那個八年 那另外一方面 蔡英文留下的爛攤子 都是一個個未爆彈 一個一個要開始爆發 在他的權力基礎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他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一個危機接一個危機 而且他的個性 是不是一個危機處理的高手 他是把一個危機 小危機變成中危機 中危機變成大危機 那外部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在侯友宜競選總部 侯友宜都已經抵達現場 目前在臺上講話的是謝龍介 他剛剛這個落淚一度哽咽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我們是我們共同 我們沒有用我們這次的團隊 把我們的國家 把我們的台灣 抓好片創意 對嗎 有 有 所以未來 我們要給你的節目 我們要繼續加油 繼續堅持 感謝你們這次 給我們支持 給我們鼓勵 給我們聽說 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給我們現場所有的好朋友 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直播前面的各位觀眾 我們 好 大家看到目前侯友宜是418萬票 得票率是33.3% 那目前侯友宜跟朱立倫 都已經抵達了這個競選總部 稍後會出來這個發表這個講話 目前大家看到這個侯友宜 已經布出了這個會場 他身上穿著這個國民黨的這個上衣 那現場拿起了麥克風 好 我們看到在他身邊的 包括這個朱立倫等 現場 來 我們來感受一下這個現場的氣氛 當然我想這個此刻對他來講 最重要的是要這個鼓舞這個現場 還有答謝所有這個選民的支持 大舞台上面 我們要感謝一路以來所有的好朋友 一路的鄉底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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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為我們國民黨 為侯友宜加油好不好 好 侯友宜 加油 加油 侯友宜加油 加油 王民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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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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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位所有的好朋友 在電視機前面的國人的援包 以及還有在網路上的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平安 謝謝大家 對這一次的總統選舉的節目 我個人是完全鼓勵過 非常遺憾的 未能完成正答題 我讓大家失望了 我還在這裡深深的表達 我十二萬分的歉意 抱歉 對不起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效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 сотруд